1954年的印尼华侨球队公约 美国龟桥的1949开国大典清理季首稿 孙中山为南非华侨联委会提字 10月30号 行远同梦 华侨华人与新中国特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270余件珍贵展品 集中展现了广大华侨华人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 以及为祖籍国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是美国纽约一联会在美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就是1949年10月 一联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成立的消息以后 通过香港华商报得到五星红旗的尺寸 然后他们就找一个纽约的老牌制衣馆 制作了一面红旗 然后在他们一联会的临时会所上升起来 当天不少华侨华人受邀观展 在一套基建服前 84岁高龄的印尼华侨陶金汉九九驻足 1966年11月 陶金汉代表中国基建队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星性力量运动会 一举拿下男子配件冠军和花剑季军 这也是中国基建队在国际赛事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而眼前的这套基建服就是他当年的战衣 这个展览是1966年在亚洲举行的第一届新型力量运动会 这个牌子是中国基建运动在国际上算是第一块金牌吧 第一个申请五星红旗 当时也就是我一人去了 当时还没有配件 展览呈现的华侨华人故事中 既有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 也有奋斗在祖国平凡岗位上的龟桥桥卷 既有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鞠躬尽瘠的功勋科学家 也有现身新时代创新创业的改革先锋 通过展示华侨华人与新中国70年风雨同舟的奋斗历程 凝聚侨新侨利 首先是一个肯定 我们海内尔的华兰华侨对祖国的发展建设当中所做出的贡献 然后更是激励我们新一代的华侨新侨归侨 能够感受到我们老一辈的华侨对祖国深深的爱国之气 让我们能够前步后继地去为祖国的建设 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据悉 这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首次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展览 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 开幕后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网站上线同步展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同 language 证集结成 公优 最终的 无论